奇聞傑 終於說 我們的奇人奇聞傑 很多朋友說 你開了這個頻道 差不多三個月 那麼長時間 你以前不是很喜歡說奇聞傑 為什麼現在不說呢 其實不是不說 為什麼呢 有部署的 部署是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 奇聞傑在這個廣漫 的歷史裏面 你必須要勾住黃玉朗的 他不勾住黃玉朗 他就是銷漫 什麼都沒有 所以 我首先將黃玉朗 創業 黃玉朗 坐牢 黃玉朗上市 一大堆東西或者很多作品 先說一堆 大家於是乎就會了解 黃玉朗很多來龍去脈 我穿奇聞傑進去就容易很多 突然間穿了奇聞傑出去 哇 黃玉朗 都未 都未全面化在你們的眼中 那就很麻煩啦 整天都要 奇聞傑 要拉個黃玉朗出來 因為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我進去 84年 就開始進去做浴郎漫畫 我 八年正式離開 84年的時候就是做兼職 五、八、六、八、七、八、八做了四年 連兼職和兼職 兼職和兼職 兼職和兼職 但我跟奇聞傑是太親密的 老實 因為 玉朗漫畫是他第一本書 是他第一本正正式式 就是用自己全部的時間去投入 有錢分的書 那當然是拼命啦 喂 大佬不須得嘛 正所謂大師兄 就是管著一群人 誰知自己做本書不行啊 你有紀錄孫 所以 其實他有一方面都有說過的 最早那時候是我去找黃郎先生的黃郎 就說我現在不理了 我的東西都撥了給奇聞傑 剛剛就沒多久了 所以於是我就跟奇聞傑去 找了無名威、黃國興、三、四個人 開始開始這本 就是 玉朗漫畫 然後就是 其實我跟奇聞傑兩個最主要是 就是做這本書 所以就變成了大家真是很熟 熟得很厲害的 熟得很離譜 因為 你要做這本書嘛 由早到晚 開頭的時候就少一些 未正式去run 一刻正式去run 就很誇張 好 說回奇聞傑這個人 熟悉他當然知道了很多你不知道我知道的東西 慢慢說 不用那麼重要 但是很多都會看到 有關於奇聞傑的訪問 都說他小時候 就是鄰居來的 就是 在隔壁房間 經常去這個哥哥玩 奇聞傑就沒什麼出色 讀不成書 我講過了 他以前跟我說 他去 泡沫地大豪場那裏 賣球票的 小孩子 沒什麼事做了 搞搞搞搞搞搞不成書 就跟了這個哥哥 就是做他的徒弟 其實就是做他的助理 幫他總之填黑 撿稿 簾字 開始就 弄一下頭髮 然後就 撿一下其他 那些 助理功夫 奇聞傑就是 第一個正正式 幫 郎國郎 長期幫他的 一個助手 後來就收了徒弟 叫做大徒弟 奇聞傑 大家知道後來就有張萬有 和蒙明威 三劍俠 因為奇聞傑跟他本身是鄰居 所以關係當然是很密切的 你做了徒弟 那個starting就是 跟他的兒子 換一下尿片 買一下餵奶 以前是這樣的 師傅跟徒弟的關係 奇聞傑當然是做了這堆事 經常都在北角 和住宅裏面 做辦公室 慢慢慢慢慢慢 當然開始的時候 連辦公室都沒有 打拚 奇聞傑看完王國郎 如何慢慢攀爬上來 這個是他很清楚的 當然那些對大家來說 真的是童年往事 奇聞傑都經常說這些往事 他很回味 很老實 他很喜歡那種 以前那種 比較 無拘無束 但是往上要發展 他很開始的時候 已經很刻意地 覺得 他需要 找一個奇聞傑 跟他去應付下面那些人 因為自己發展 你要專心 圈稿和勾稿 你圈稿又要用腦子 又要思考故事 又要勾稿 你想想到了今時今日 就算已經是這麼成熟的廣漫 你說隨便找一個主筆 去做這個圈稿勾稿 連來作故事 其實都是不行的 不容易的 你想想就算牛腦做 他也是想想故事 找個片劇 然後研究自己的圈稿 或者是找個徒弟的圈稿 勾稿又要找別人 你以為這麼容易嗎 馬榮成厲害吧 他的片劇也要找人幫忙 而且他是雙周刊 你想想 其實 就算很多年 現在 你也很難找到一個 周刊 自己量度 自己圈稿 自己勾了 用圓筆 分一格格 叫我們分鏡 然後再勾了稿 喂 黃肉朗一直走上來 他真的很捱得 非常勁 後面 那麼多後輩 沒有一個 可以那麼勁 當然 你說畫面精細了 就另一回事 其實做主筆是用腦最辛苦的 勾的事情是時間上的 他們做到的 所以禍郎就越來越累了 大佬你這麼多工作就做 所以他很清楚要找一班人去幫忙 令畫質更加美 於是培訓一班徒弟 如臨軍去做 你要去管這班人 那怎麼辦呢 禍郎認識的 一個叫做黑臉 一個叫做白臉 那他自己當然是做白臉啦 師傅對你的徒弟很好 有空帶他們去吃飯 但是 黑臉那個 罵人那個 對一些稿質非常要求高的那個 要人上班的時間要很離譜 每天沒睡不到一兩個小時那個 那個叫做 奇敏傑 沒錯 奇敏傑自小就被黃老郎訓練 他成為一個非常苛刻 的大師兄 後來就是經理 因為為什麼呢 你這樣才會拿盡了這班勞工的力量 人工又比得少 你喜歡漫畫嗎 好嘞 來來來來來來 便宜的幾百元 給你們這些傢伙 但是 很多時候翻足七日工的陰工 一說發稿 睡都沒得睡 之前說過了 一天 睡一個小時 大師兄是偷偷地 走去廁所 假裝蹲塌 這樣欺負一下 有時是用水洗下臉 真的 不是十幾歲才能頂得住 真是瘋了 不要回家 真的 都說 有些當時的越林軍跟我說 整個身體都很興奮 熱呀 不能睡啊 哪會那麼辛苦 年輕人都頂不順 十五六歲都頂不順 因為 真的太辛苦 不給睡 一睡就拍醒來 為什麼 那些稿要趕 要找人去搞啊 但是你很精神的時候就等等等等等等 整天都是這樣 所以 一定要有一個很苛刻 很兇死 的人 要去看著這班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也喜歡玩 人工不是很高 這個人 就是 齊文傑 有了這個齊文傑 王玉郎就可以扮好人啊 是嗎 大家不舒服啊 來來來我請大家吃飯 但是實際上 當然 齊文傑 本身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開始的時候他不是 只是 他被王玉郎 放在這個形狀的勇氣 他就會變成這個 所以他扮到是很 很 緊張 很 握得很緊 但是實際上 他因為不想被人看 所以他才會這樣 其實他都喜歡玩的 他都很開心 他都很累的 他背後 都很不喜歡這個老闆 你這麼逼人家 真的會死 但是 他又知道 喂 我坐在這個位置 我不是這樣做 我就沒得了 師傅 有一天突然說 你沒得了 那你就沒得了 所以 只可以繼續 開始的時候 完完全全是 王玉郎 叫他這樣做 於是這個人 就會看看有什麼位置 我可以走 直到什麼時候呢 王阿龍和齊文傑的關係 其實分開幾個階段 有些人當然你不太了解 你就不會熟悉 說是嗎 這麼誇張 第一個階段 當然最開心 就是大家 雖然是師徒 但是 純粹工作而已 又不是太辛苦 王阿龍 經常都 溜了出去 玩啊 玩啊 琪文傑可以玩啊 所以 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人家劃稿 每個人當時 王阿龍 整個神 認識到琪文傑 你就是大師兄 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都挺開心的 但是 同事 沒有什麼壓力的嘛 最重要的 好了 當這個 張萬有 無名威來 都好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是工作量多了 但是有兩個人 大家聊聊聊 年輕人 而且那時候還沒有說什麼 高高低低 無所謂啦 總之 你要搞這些東西 我最先進來 我告訴你 都可以的 無所謂 直至 正式遇臨軍 越來越多人 十個八個人 王阿龍突然有一天說 阿傑 你就負責管他們 那時候 真是 有一個新的關係 為什麼呢 去管人 就要你管得好 你又要本身做一下稿 那時候還要做稿 雖然 慢慢把事情移動 王阿龍看到了 其文傑做稿的天份 非常有限 你很難去跟 張萬柚那樣去比 他基本上是 不喜歡 連環圖 這件事真是沒有人知道 我認識 奇文傑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很久沒有看漫畫 所謂的那些罪權 神掌 如來的 他揭來看一下 他沒有心 他不是很喜歡 讀這些故事 不是很喜歡漫畫 他是 整個我認識的漫畫行業裏面 的人 他是唯一那個 不是因為看 連環圖 喜歡連環圖 而入行 死了嗎 死了嗎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認識黃玉浪 你是我的鄰居 於是乎這個哥哥我有沒有好做 不如我跟著你 他不是看漫畫書 王先生你的歌曲很漂亮 我很崇拜你 跟著入行 不是這樣 所以他不喜歡漫畫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沒有人會感覺到這件事 我就很清楚 為什麼 大家聊天 你突起什麼 他不知道 沒有反應 什麼時候哪個曲色 他也不知道 因為 他也沒有記憶心 他有看到 可能有看到 原稿 字也免得看 對他來說 那件事叫做工作 並不是興趣 所以 麒文傑 當時對我來說 真的是 他是整個漫畫圈裏面 唯一一個 根本不喜歡漫畫的人 但是 做到漫畫公司裏面 一個很高的位置 很有趣吧 奇怪 這個 有人說過 你試一下 你去問吧 麒文傑 有關於那些 龍虎門最拳神掌 你不要說其他 李小龍更加不知道 裡面的細節 他懂鬼 什麼都不知道 是啊 因為他根本就不喜歡看漫畫 但是 王玉朗 因為相信他 你就算不用麒文傑 用別人 下面那些 還更加是 因為 麒文傑已經知道了很多東西 你一路一路合作 他知道很多秘密的東西 例如上次說的 分離 奇人來救他 大佬 很多這些東西 只是兩絲圖 暗瓦底 例如說 他跟太太又怎樣 諸如此類的東西 怎樣去對付他下面 今晚助理 因為已經談了太多了 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就麻煩了 所以繼續保住 奇文傑的位置很重要 開始的時候 是司徒 或者是 老闆弄伙計 大家都很親密的關係 兩個 然後慢慢變成了 御林軍成營 然後這個大師兄 就會變成了 管理人員 第二種關係 他就看著工作 但是 獄狼機構 發展得非常快 很快就會成為了 大集團 未成為大集團之前 已經由御林軍出現 於是 他又成為了 一個 經理級 當時還有其他 漫畫書出現 開始 奇文傑 就做了一個 叫漫畫部的經理 漫畫部的經理 開始只是 網絡的書 基本書 做報紙 他管這些 但是 這個日子 都不是很長 一段時間之後 你管開 王狼的發展實在太快 我84年去到的時候 又過了漫畫報紙的階段 王狼已經部署上市 你想想 84年 87年 他就上市 之前 要搞定數字 搞很多東西 王狼已經開始一路一路一路部署 不是一兩年就好 所以 所以 奇文傑 會因著 王狼的部份 他要跟著他 他要變 而王狼交給他 第一個 先是甚麼呢 他走去 吞了上官小寶 大約 我忘記了 純粹說過了 我忘記了 80年初的時候 他就走去 借了這個 上官小寶跟他談 全部所有人 給了我 我就給了你很高的錢 不合理的錢 跟著上官小寶就可以買山頂的樓 就可以安居 狼業 這樣 王狼狼就遮住了整個行頭 跟著 那些所謂印刷 又可以 搞定了 因為他自己有機 那麼整個連環圖最重要 他控制了這個行業 他就可以視义 加價了 老闆 因為何時加設加 就可以將那個 利潤 急速提升 印刷費不用加 但是 趙家 每一次加加 那個利潤 就翻倍 很厲害的 所以王狼看到這件事 他 就把上官小寶 一把上官小寶 整個行頭都統一了 其文傑的身份就突然間有 那時候就變了一個 總經理 整個漫畫部都是他看的 你的助理 你的主賓 如果不通過他 是沒有機會上位的 甚至乎寫稿也沒有機會 所以 琪文傑的勢力越大 但是你的勢力越大的時候 大家看 為什麼這個行業制 你很聰明 但是其實都是王狼給你一個位置坐 如果王狼給你一個位置坐 可能你就搖搖喊 跌下去 所以 我認識的 琪文傑 他的心 都是有 不穩陣的 因為 整個行業都是靠實力的 唯有他一個人 他一個 是叫做王狼 指派他做管理 如果他一天不叫我做 我沒有了 為什麼你手上也沒有書 你又不懂 搞一本書 那怎麼搞 直至有一天 王狼 跟他說 不是 因為要 搞一本書 才可以令到整個市場 做大一點 怎麼用王肉狼的名字 但是又不用 王狼的參與 於是 就想到肉狼漫畫 而肉狼漫畫這個計劃 其實已經給了琪文傑很久 為什麼一直做不到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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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劉定堅未出現 因為劉定堅未出現 他搞的都搞不到 裡面的內容 你有肉狼漫畫的概念沒有用的 是不是 你可以 怎麼做 他最擅長就是找到院大勇去做封面 然後可能就想到用一些明星 去訪問一下 王狼訪問一下他 嘻嘻哈或者公仔 他的內容就止於此而言 好 然後就四格漫畫 沒有的 裡面怎麼組織一大堆的東西 完全不行 因為 他不是一個創作人 他沒有這個經驗 亦都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 其實你要做一本的綜合性雜誌 是 完全是從零開始的 因為他們的概念是跟小強漫畫集的 小強漫畫集是很 很亂的 沒有所謂的 誰交稿都可以 小強自己已經佔了一個 蝙蝠 其他新人 插一插一插稿 OK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顯示不到 一個真正的實力 但是你要有真正的實力 你就真的要找到一些資料 而 其民潔當然是沒有這些資料 他純粹是一個讀者 哪個好哪個不好 直至 有個傻子 叫劉定堅 拆卡卡 敲門 哈哈 跟著說 他就很開心 撞到一個人 是專業 又懂漫畫 又去做這件事 所以 他的訪問也有說 開始的時候大家談了很多遍 總之逢星期六 我記得星期六左右 我 過去那邊就有量 其實都是聊天為主 聊天很長的 不像你這樣 兩三個小時 十個小時起碼 很誇張的 又去吃飯 聊完又去吃飯 吃完飯 去打骨 總之聊一會 然後 大致有些事情 下次再聊 你說是不是需要聊那麼久 我跟你們說 他就是 磨難隻 他為什麼很喜歡磨難隻呢 因為他的腦本身很慢 他就會覺得 總之用多點時間 就是那些東西會好一點 他是這種人 他不知道其實這是沒有意義的 他就是 如果用多點時間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做好一點 因為他很蠢 在這一方面 我可以這樣說 他不是一個創作人 於是他想不到 用多點時間 就覺得 是不是呢 他還在那種 一個畫畫 你花多點時間 三個小時就好 比每個小時 對呀 畫畫是 精細一點 拆他畫美一點 但鐸鍵也不是 鐸鍵看你有沒有能力 不關時間 馬榮成和他都落在這個圈套 以為時間 是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但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懂得 就 浪費了 你有沒有 這裏 有你就行了 好 奇文傑 遇到這個 肉籠漫畫 我告訴你 結果 他和和狼的關係 第一次發生裂痕 你猜不到 因為為什麼 有利益的衝突 沒有想到這件事 裂痕 越來越厲害 這次不說了 你點贊了之後 訂閱 我們下次再談 奇文傑 與黃玉露 奇人來了 記住呀 點個鐘仔 按個鐘仔 讓我開心點 多謝 拜拜